一般音樂家的生涯 離不開教書和演出 但是現任台灣鄧宇協 音樂文化協會 音樂總監華沛老師 甚至和一般音樂家 不一樣的道路 跨界表演 我的跨界理念就是 希望我自己能夠發揮很多極限 因為我總覺得 我應該可以在戲劇上面 有一些特別的一些接觸 我在舞蹈上面 我也很希望能夠將場地整個融入進去 對 所以我會覺得做一個古典音樂家 在後五年我跨領域做很多 那跟一般的古典音樂家 比較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我多了一項 應該是說其他人沒有的這個勇氣吧 對 然後去嘗試各種不同的表演類型 對 然後去嘗試各種不同的表演類型 廣播節目的經驗 糟糕了 機器不知道怎麼用 CD不知道怎麼放 麥克風的位置 跟整個的口條的一個方式 完全講話是胡在一起不說 那在咬字方面 台排長又不OK 結果後來台長說你不要欠你 但是他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華老師 廣播不容易喔 你願意花一兩個月甚至更多的時間 你要在這個主播台上面必須要自己去磨練 而且你要自己去操控機器 你願意去做這樣子的工作嗎 而且你願意放下身段讓我們去糾正你嗎 那我已經是老師那個時候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好 我就跟台長說那我試試看 坦白講 我試了一個月 我差一點想逃走 我告訴我自己不行 我一定要堅持到最後 雖然音樂家常常可以在國家音樂廳中獲得掌聲 但是要放下身段到獨居老人 若是團體面前進行演出以及募換 也需要很大的勇氣 相對的得到的回饋也會不一樣 好像我都有去一些老人院去探訪演出 那我會覺得這個身段我必須要完全的要放下 我才能夠讓大家能夠真的聆聽到我場地的聲音 因為有一些老人家坦白講他們還能夠 有幾歲能夠感受到你的聲音 有幾歲能夠再聽得到這樣子的一個場地演奏 那我會覺得說 我能夠把我這一些音樂能夠帶給他們放下我的身段 我覺得這個我自己會非常開心 很多人具備很多的專長 但是不知道怎麼回饋社會 華佩鼓勵自己放下身段走入人群 利用音樂成才為公眾服務 在別人的眼中看到更多自己的家具 比如說在公益上面我也是接觸它